曾小姐拿出当时买预售屋签下的红单 定金10万块付了 以为自己买到金店面 没想到建设公司反悔说不卖了 他们的土地成本 还有人事成本跟材料都涨价的关系 我们说他不愿意再把这个房子卖给我 前年11月 曾小姐看上桥头未来发展 红单上清楚写着 75平店面总价1810万 也付了10万块定金 约好12月5号签正式合约 结果代销人员有事延后 之后又主动提出签约 不到一个礼拜突然说不卖了 曾小姐投诉消保会 建设公司只愿意退订金 另外再赔12万损失 两次协调破局 那你不能说你在低点的时候 买入的土地你愿意获利 但是你跟我签订的契约 你不履行契约 建设公司表示 红单是代销人员的斡旋单 并非正式契约 公司保有买卖交易的决定权 而受惠桥头科学园区 和台积电进驻的消息面 桥头房价一路飙涨 有些预售屋还没卖完先锋盘 入动剩下4天而已 如果又要买 应该会比现在还要负 以桥头新市镇地价来说 2015年每瓶18万起跳 隔年卖入了二字铜 从23万一路涨到28万 五年涨幅超过五成 一楼店面喊到一瓶30万起跳 预售屋抢手 代销人员使用的红单 只能代表购买医院 依照民法可要求损害 赔偿一倍的金额 但对曾小姐来说 以为自己买到了千万店面 却因为房价水涨船高 建商一句不卖了 一切归零 TVBS新闻方志成 松沛文高雄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